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五課的第二部分 After viewing 那我們還記得嗎 前面他說他雖然聽到他的朋友介紹這兩位專家 但是他還是有點不太相信 不過感覺就是反正有人講了你就去了解一下 他看了以後似乎也有點感覺 他就說再繼續 I can't wait to learn more 所以接下來他說 After viewing view 的話我們就是觀看 比如說你看電視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viewer You are a TV viewer 所以view 這邊的話呢 就當作觀看的意思 After viewing some more clips I learned a lot about Dr. Eamon's brain scans of both sexes 那這個Dr. Eamon 的確 他就是以他的所謂的brain scan來著名的 他有一種看法他就是說 當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身體 ok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是不是現在其實都很先進的技術可以去看 ok 比如說你可以用照胃鏡 對不對你看有的甚至於胃鏡長鏡都還伸到裡頭去看了 但是呢為什麼我們這個腦啊 我們不能夠有一個科學的方法 來看他 但是這個當然他的說法也有很多人其實是不贊同的啦 因為有人認為說 你可以從症狀 因為大部分呢 腦神經的一些東西常常有時候 都是由從那個外顯的一些症狀來去判斷 那有的醫生很多醫生是認為說 你如果能夠從外表的這些症狀來看的話 就可以做診斷為什麼一定要去做這個樣子的一個 好像一次要把人家腦子都看光的樣子 ok 不過這當然就是說各有各的說法 ok 好 那這個Dr.Aimon 他的這個診所 ok 所費不值啊 好 那就是做這個brain scan 來出名的 那他自己也是做這方面的研究 做這方面的研究 好 那也來做這個性別之間的差異 所以他就說 I learned a lot about Dr.Aimon's brain scans of both sexes on the whole 整體來說on the whole in general ok on the whole women have larger and more active emotional centers than men do women have larger and more active emotional centers 那這邊直接就是說我們在腦子裡面 有所謂的這個情緒的一個中心 然後控管情緒掌管情緒的這個中心 他說women have larger and more active emotional centers than men do 好 這個do的話呢 那當然我們之前曾經講過很多次啊 這個是一個助動詞嘛 那代替的是前面提過的動詞 所以這邊的話這個do事實上就是代替前面最近的動詞是哪一個 欸 對 就是have 對 所以呢 所以這邊的話這個man do的人就是說 man have have have什麼 emotional centers ok 好 那呢 比起男人的這個 男性的這個emotional centers的話呢 他們也一樣有 但是呢 女生的呢 比較大而且比較活躍 in other words 換句話說 或是有什麼說 that is to say ok 你也可以說 that is to say ok ok 你也可以說 that is to say in other words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emotions ok 這邊呢我們上次也曾經提過這個be likely to 有沒有這個be likely be likely to be likely to 有可能的 ok 好 那呢 這邊的話呢 當我們用likely的時候啊 你可以用事物做主詞 事物比較有這種傾向 有可能這樣 你也可以用人 你也可以用人做主詞 這個跟possible一樣 不太一樣 因為possible的話呢 通常我們是比較 算起來算是比較客觀的在論斷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只能夠說事情 是怎麼樣怎麼樣的 所以possible的話 你只能夠用it 或者是that 反正你不能講人 但是women的話呢 這個 如果你要用women的話 你就要用likely 然後用人的話 你就要用likely這樣子 ok 所以他說呢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好 這個be affected 千萬被動不要漏掉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什麼 是用women來做主詞 好所以呢women 會被影響 對不對 女人會被影響 好所以呢這個be呢 在你放這個be likely to 的這個狀況之下 不要寫了be likely to之後 那後面這個be 就給他忘記了 ok 好 他比較有可能會受到什麼的影響 be affected by be affected by emotions than men are ok 好 那這個are又出現 他也是類似於像前面那個do的功用啦 好 其實是men a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emotions ok 女人跟男人比的話 women are more likely than men a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emotions 可以這個are的影響 省掉了後面那個more likel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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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只是呢這個 因為這種說法中文沒有嘛 所以大家就要記得 這個affected要提一下 因為呢每次都會有同學在造句的時候 明明你是要用affect 但是你卻用了effect 這兩個當作動詞就是不一樣的喔 怎麼個不一樣咧 其實你查查字連就知道了 effect是影響的意思 而effect是產生效用有效 ok 好 雖然感覺好像有點像 不過呢意思還是不太一樣 ok 好 effect 你說呢女人呢會被影響 ok 跟你用effect 產生效果 產生什麼效果 欸這邊這個意思就不太對 好 所以雖然effect跟effect都可以當作動詞 但是意思不一樣 不要混用了 ok 好 他說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emotions than men are I couldn't help but have a chuckle can't help but ok 我們說叫做忍不住 禁不住啊 沒辦法控制這樣 ok 好 那一般來講的話我們是用can't help ok 好 或者是can't help but 如果你是can't help but 那就像課本上面一樣你是加什麼 圓形動詞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說這個but在這邊 這個but在這邊的話就像一個連接詞一樣 連接什麼咧 連接這個圓形動詞 help 跟後面這個圓形動詞 ok 所以呢 前面是圓形動詞 but 連接詞 連過去 後面呢 兩邊是要一樣的嘛 好 所以呢 後面這個還是圓形動詞 ok 好 但是你如果用can't help 後面你要直接加動詞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把它當作什麼 當作 對啦 當作help的受詞 所以變成help 動詞ing 好 所以這邊你也可以說 I couldn't help 然後呢 having a chuckle 沒錯 ok 好 那但是你如果用but的時候 就記得要用圓形動詞 還有一種比較old fashion 我們說比較old fashion的說法 是用什麼 是用canned but 那canned but 的話後面也是加圓形 不過現在比較少人這樣用 感覺有點 好像幾十年前的這個說法一樣 no wonder 難怪 no wonder 我們後面就是直接加個句子 no wonder every time Jim and I have a quarrel I always cry in the end ok in the end 到頭來 這樣 最後 ok 跟at the end不一樣 at the end的話是指說 在某個東西的尾端 比如說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對不對 那個你是有一個尾端 在那個的尾端 好 ok 而 in the end的話是有點像 是不是說是一個總結 到頭來 最後 ok I always cry in the end Aman also adds that since man's brain are less active 真的嗎 ok 好 men need more excitement and stimulation for that reason because of it for that reason they may unconsciously keep surfing channels for something new and different ok keep doing something 我們前面看過了 不停的做什麼事情 我們說keep talking keep walking keep learning keep going keep surfing ok surfing the channels 這個我們都知道是在幹嘛 就是一直換頻道的意思 ok 好 就好像 因為surf我們知道是衝浪的意思 那衝浪的話 你就是要一個浪頭 滑過一個浪頭 滑過一個浪頭 你不可能待太久 待太久就摔下來 除非說那個浪頭真的是很高 否則的話通常你就看衝浪的人 他就是在一個浪頭跟一個浪頭 之間在保持平衡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就表示他一個換過一個 這樣一直流覽過去 ok 然後他說keep surfing channels for something new and different 所以這樣子的行為 我們就叫做什麼 叫做channel surfing 對啦 不是真的到海邊去surfing 而是channel surfing ok 事實上沒在看什麼東西 ok 然後他說呢 keep surfing channels for something new and different well I guessed I would have to ok I would 我想我會 我得要這樣做 這邊用would的話是表達一個 表達一種 不很確定 但是有那樣的意願 那我想的我會呢 得要這樣做 因為呢是 因為呢是好像是感覺有學理的根據 所以他必須得要 have to forgive Jim for always doing that I turned off the computer and stepped back into the living room turn off the computer 這個應該不奇怪 但是呢有同學還是會不小心手滑 就給我寫什麼什麼open not close 拜託拜託千萬不要 因為呢電器呢開關 那你是turn on turn off 或者是switch on switch off ok 好所以呢 I turned off the computer and stepped back into the living room much to my surprise 你也可以只有說to my surprise 令我很驚訝的 這個我們上學期都要看過N遍 to my disappointment to my surprise ok 好那這邊的話加一個much是什麼意思咧 對啦當然就是強調的意思 令我很驚訝的是 much to my surprise the living room had been tidied up 好這邊我們又看到什麼 過去完成式有沒有 好表示他進去之前就已經被打掃乾淨了 had been 好過去分詞tidy up tidy up to tidy something up 是指把什麼東西打掃乾淨 那這邊的話就是這個 the husband ok or we say Jim he had tidied the room up ok a thought struck me ok我忽然想到 ok strike 打到 那這邊的話就是突然想到 你也可以用什麼 我們有另外一個說法 以前應該有看過 叫做a thought occurred to me 有沒有 a thought struck me 或者是a thought occurred to me maybe it is true that men and women come from different planets but fortunately my husband attempted to bridge the gap to bridge the gap ok to make the difference smaller ok 或者是呢 to well to get rid ok 那不太可能 ok but you just to make the differences smaller to make the differences not so serious to bridge the gap ok 在那個勾之間搭起座橋樑 也就是說呢 讓那個差異 擬平那個差異 不要讓它那麼嚴重 ok though Jim never said he was sorry he apologized in his own way that night Jim hugged me with his head tilted toward me as we watch TV 好這邊的話還記得我們前面那個嗎 with his arms crossed 有沒有 ok 那這邊的話也是一樣的啦 他身上的某個部分 那這邊是his head head 那head的話呢 因為是要靠他的一個 靠他的一個操控 才能夠往旁邊傾斜 所以我們還是要用什麼 還是要用被動 with his head tilted ok 頭呢稍微歪一邊啊 就是呢 這樣靠到我身上這樣子 as we watch TV 這個as還記得嗎 就是當的意思 就在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ok 這個as 可以說是while 或者是when的意思 ok 好 那我不知道同學對這課的課文怎麼樣 我們曾經做過練習嘛 顯然同學也看到這個課文有一些 有關於性別上面 還是有一些他的一些 比較刻板印象 或者是呢其實不太合理的地方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另外做一個討論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除了你原來在google文件上面寫的以外 ok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當然就是 就課文的這些用法的部分做一個解釋喔 好 那 這就是第五課囉 有問題的話我們三個再討論 掰掰